喂喂喂阿田 有沒有聽過這兩天有一宗大事件 電單事件 嘩那宗爆了那宗 國際零售公司全港澳停業 那宗真是嚴重 但是你知不知道為何倒檔 不知道 不過來北開也是斷舍 死機 還是被人卡了 來北開也是這些 如果他們事先沒有做好那些DR 後備方案的話 這樣就真是慘 如果做好這些 應該都可以在很短時間裏 恢復那個工作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說 一定要事先做好DR 後備方案這些工作 不可以的 聽我說 快點去理解一下 我們的秒殺的Backup 和黃牌DR方案 爆理由雲 Danny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們那個秒殺Backup 和黃牌DR嗎 好啊 其實你有所不知 其實很多公司 都其實是有考慮過不同的 債備方案 但是呢 都真是落實的時候 遇到很多困難 那譬如呢 很多客戶 跟我們反映就是說 喂 原來設計一個DR的方案 不是那麼簡單的 而且 費用來說 比他們預算是高很多的 所以很多客戶跟我說 所以為什麼之前 就不想這些債備方案 所以我們的DR的方案 正正就是可以提供一個 又合乎成本效益 也都完整的債備方案 給我們的客戶 那譬如 我們的債備方案 本身是支持不同的場景的 所以無論客戶是個系統 另外 是放在一些 Fiscal Server 或者是一些 虛擬化系統 以至是已經放到雲上 那我們通通 都可以照顧得到的 另外 就是我們的服務本身 可以提供一個 低折秒級 其實RTO 令到客戶損失數的機會 大大地降低 可以在五分鐘裡面 將客戶系統恢復 那你說正不正式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你特利的公司 用了我們的服務 那豈不是那麼麻煩嗎 其實如果用了我們的服務 就不會單兩天 那麼投行